现在忽然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赶快设飞弹的基地 而且还说要有15个飞弹基地要动工 怎么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呢 现在我们看到根据报导 海军已经规划在云林台南 左营军港屏东台东 都有要新建暗置鱼叉飞弹驻地 然后地方当然反弹声浪高 而若寒在各地整建的暗置机动雄风23型 反建飞弹基地的话 全台湾将有15处飞弹基地是要动工的 那么国防部当然也表示了这个重要性 可是我们一想 哇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这么多了呢 那这个当然地方反弹 你可以从日本的例子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国不是也要加强部署 在日本的这边的防御能力吗 结果呢他们现在冲绳那边 哇这个居民反弹声浪之高 而这个死神无人机 现在都开始运作了 但是呢就算是地方反弹声浪高 又如何呢 还是一样得照做啊 就是因为这些官员的疑念之间 结果现在这样的戏码在台湾上演了 波基 其实这种军事设施 当现在变成一个所谓的贤务设施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的国防战力 其实是一个威胁 什么叫做威胁 就是我们 是赖清德副总统他最正在参选的 他说他当选下一任总统 两岸的紧张情勢最低 这是他说的 那为什么要多盖这15处的飞弹基地 问他吧 不是 你知道最近国安整个国安局的高层 国安会 都说两岸没有兵雄站位 我们两岸很和平 两岸的气氛很好 然后可是国防部在做的事情 跟上面在说的不一样 现在很明显就是 因为因应选举 不可以有兵雄站位的气氛 可是实际上 比如说鱼叉飞弹我们已经采购了 这个该做的布局都要不做 9月份 其实9月份这几个飞占基地 那时候他们那个营区 那个鱼叉飞弹营区 就已经传出说 因为没有厂商要做 其实现在不只是地方反弹 连厂商都不想进厂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担心 如果你没有先把地方搞定 到时候我们进去施工 抗争的抗争什么的 很麻烦 对所以这些厂商也会顾虑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人要去投标 所以这个是一个困境 我觉得我们国防部要小心 为什么 这些其实你知道 理论上国防设施 以前的话 我们的民众 相对来讲爱国 就是说这是为了国家 我们牺牲奉献 为了国家安全 可是现在每一个县市都要拼经济 要充施什么的 大家在意的是什么 是房价 我旁边有一个飞弹基地 哇 大家会怕啦 那以后这边我要怎么发展 尤其虎尾 这里面 其实左营跟虎尾 这两个地方算是 相对来讲 比如说云林 最热闹就是 抖六虎尾 这几个地方 已经变成是他们 最接近他们金华地带的 这个地区 可是他要拿来做这个 这个 营区的时候 会造成 因为 拜托我们哪边有营区 哪边有营区 你以为对岸不知道吗 所以他们会担心说 如果到时候变成第一波攻击的目标 尤其 因为这些所谓的暗制飞弹 就是在因应第一级 这个就是 开战的时候 很有可能 马上变成第一波 这个交战的 这个交火的对象的 的目标 就是第一个目标 第一波的目标 所以 这个如果我们的军方 没有好好的沟通清楚的话 如果连民众都加入反对 其实我是不乐见 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一般来讲 有这种嫌务设施 军方要提供 更高的这个诱因 你有没有办法 比如说好 我们虎尾的这个 这个云南 我们通通不用 就究竟在这个营区 或者说 我们这个读书 读到大学毕业 学杂费通通我们出 你要提出相对应的 能够让地方 接受的方案 共融共存 包括你说像前面讲到 那个军售的部分 美国军售 上个礼拜 众议院是否决了 把台湾纳入 那个以色列143亿的 军援 对 然后呢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参议院在否决 两边 参众议院两个在打架的 是 没有共识 然后现在只要有 以色列的状况 你觉得我们这些军售案 会如其交付吗 更不会 更难 更难 所以 其实这一波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库提出来 是在帮 美国的国会解套 是在告诉你们说 我们已经欠台湾那么多了 你们赶快通过啦 他的这一波的目标是这个 我们美国不要做一个言而无信的 但是 站在台湾的立场就是 我们一样 我们要跟美国讨为什么 不是你拜登讲一个什么 八千万美元什么军援 就结案了 我们可不可以要到更多 我刚刚说到有一个兵推 那这个兵推的结果呢 其实真的蛮值得讨论跟探究的 您看 这是台湾的政大台湾安全研究中心 他们办的一个 2023TTX区域安全兵推 这个里面 2027攻台反响定 到底告诉你了些什么事呢 其实呢 根据这个里面的报道 它里面有强调一个重点 那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什么 细盾 半导体护国啦 重点是 台湾真的有很脆弱的地方 什么脆弱呢 能源供应很脆弱 战备除量燃煤最多42天 天然气最多14天 电网关键枢纽 集中三大超高压变电所 所以一旦他们被毁的话 那可就要瘫痪了 天哪 那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就有告诉你这个兵推里面 重点要怎么看 包括像是登陆啦 等等什么饱和攻击啦 我想这个里面很多的内容 都应该要听听看我们专家怎么说 那易将军 我想说我先讲一句讲百里 我们原来民国初年的时候 一个兵学专家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 对相敌者弱 相敌者亡 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回想一下 我们台湾现在来讲 我们的生活条件 可不可以结合我们的战斗条件 我现在也讲了我们台湾能源 现在来讲大概只有七天 这个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数据 其实能源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 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之所以跟美国开战 就是美国威胁要切断日本的生命线 那现在我们看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也是不停地在跟卡达 跟这些中东的国家购买石油天然气 甚至于跟这个苏尔来讲 西伯利亚二号的输油管线 他也都在加强他这方面 甚至于他发展多能量 包括这个三峡大坝水利的发电 或者是说在新疆设置太阳能板 这些发电能源设施 其实就是说代表 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国家 他如果说一旦没有能源的话 他会面临很严重的 甚至于灭国的危险 那我们台湾现在这七天的 这种能源够不够 我觉得蔡英文很糟糕一件事情 他整个能源的这种政策 真的是百分之百错误 因为我们台湾只是一个小岛 你不要拿乌克兰来比 乌克兰我们看到 他可以有那种生活条件 他什么生活条件 他一定能源 其实乌克兰我们看 在战争初期的时候 去年冬天的时候 是各国资源给他们发电机 你记得那时候很多国家都 拿发电机资源给他们 让他们老百姓能够发电 能够生活得下来 而且重点是俄罗斯 并没有去整个摧毁 他的能源供应 他扎波罗这个发电厂还在 还有一个就是 他真的是不够的话 他们在干嘛 我们看到他在砍柴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条件 你们说大家都到 大安森林公园去 把木头都砍了 我讲的是真话 第二我讲说很现实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电 我跟你讲 如果说一旦真的停电的话 台湾 尤其是台北市 我跟你讲 两天都过不了 为什么 你如果说住在20层30层的高楼 天哪 你那个水怎么提过去 对不对 你不要说小孩泡奶的水 你洗澡的水 甚至于你冲麻龙的水都没有 那你根本就没有这种 这样的条件 台湾现在的生活富裕以后 已经失去了那种生活条件 跟这个30年前 40年前那种烧煤球的时代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来讲的话 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这种 那时候大家有提醒蔡英文说 我们台湾能源很脆弱 那事实上我们连乌克兰都不如 以色列都不如 对不对 他们还有这种能源 我们来讲如果没有能源的话 这个国家就走上 真的是你不要说生产物资 民生都形成很大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加他走廊就是这样 他给他断水断油功 断电以后 他怎么样 他必须要用拿着微弱的手机的电 来帮人家开刀 其实你看多悲惨 那我们的医疗能量来讲 他根本不用讲 我刚刚前面有讲的 后勤资源包括到就是 所谓医疗其中是一项 补给 维修 对不对 运输还有一个是医疗 医疗后送来讲是很重要 在战场上 你如果说一个伤兵在那边的话 其实他不是只影响一个战力 他会影响四五个战力 因为大家要把他抬走 所以这些人就走掉了 对不对 然后完了以后 他如果说你不把他抬走 他在那边哀哀叫 其实那很伤势气 会影响到整个市区 所以你要赶快给他后送 那美国来讲 他把医疗当中很重要 一个战场上的一个 他比如说你既然看到 他的这种直升机要干嘛 或者他的装甲运命车 上面都涂个十字架 我们既然在电影上面 看到这种场面 就是说这个武器 联合公约里面 你是不能攻击的 他纯粹就是运伤兵的 那美国这方面 甚至于他大型的有医疗船 那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国军 有没有这些医疗设备 我觉得是很大一个问题 这里面确实就点出来 他说战争一旦爆发 军人伤亡大约一到十万人 平民是五千到一万人 全台医疗人力物力 是根本难以承受的 所以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去接招 趁平时期 我们医院要住个院都很难了 何况战死 对 讲的没错 所以如果照这样来讲 不过这个兵推到底是怎样 是打得快 是速战速决的吗 我觉得兵推里面 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亮点 就是以避难名义 登陆东沙岛 其实我在三年以前 我特别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共军第一个攻击目标 就是东沙岛 因为东沙大家 这里啊 对 避难名义 对 他现在占领亮岛 我觉得机会不大 因为他在马祖 亮岛那边是一个无人岛 那东沙 其实东沙位置非常的重要 东沙来讲的话 他是巴士海峡进来 碰到第一个岛就是东沙 我们有驻军在那边 他是天然一个大岛 他有包括机场港口什么都有 其实是义工难守 我们只有现在靠海巡署 那些官兵在那边守是不够的 那如果说一旦共军 夺取了这个岛以后 因为他有075 这种大型的护卫舰 他还有他的这种 海南岛的这种战机 他可以阻止美军 对他的反夺岛的行为 那我为什么觉得 东沙岛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打到东沙岛以后 我觉得对共军 解放军来讲 他如果说要武力攻台的话 是付出的代价最少的 什么代价呢 就是台湾人民对他反感会最低 因为台湾没有人受伤 没有人流血 其实那种压力会更大 但是他对整个国际战略 地缘战略会有最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建议我们国军 当然美军现在来讲很尴尬 他也不敢去东沙岛驻军 但是我们国军 如何能够确保东沙岛的安全 我必须要讲 那也就是要靠政治来解决 你靠军事上面你要守东沙岛是很难的 最近这两天有一则新闻 包括太平岛那边 中美两边的军舰在那边开开去 用眼睛都看得到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越南的 还有菲律宾的 我们同学在东沙岛当连长 他很清楚那边船跑来跑去 但是原则上他们不会去动太平岛 因为太平岛太远 但是东沙岛确实是人家一个 主要指向一个 要考虑到一个方向 而且以他的能力来讲 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拿下来了 然后他就跟我们刚开始看 俄乌战争一开始那个蛇岛 各位有没有印象 对 就是类似那个样 他只能比个中止 对对那个军舰只能比个中止 完了以后你全部都上船 对不对 过两天以后 把你送回台湾去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种场景 发生在我们台湾的话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 把这些或甚至于说 是日本的飞机 把我们东沙岛的官兵送回来 那我们台湾的民众心里 会怎么想 的确 好 现在所以大家希望说 2024的这场选举 真的我们不要战争 我们希望是和平的 那但是就是要看 台湾人选出了 什么样子的领导人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那现在呢 如果要讲在野的 这个参选人 现在我们先来比较一下 最新的这个民调数据好了 来 我们看到 今天呢 先请教一下董哥 因为呢 大家在关注的就是 蓝白合不合的问题 那柯文哲在这个时候呢 他拿出了三份民调结果 讲白了就是说 我才能赢啦 赢过侯友宜 求真民调 趋势民调 世新大学的民调 那我们看到在求真民调里面呢 柯 圣侯 9.03% 柯是多少 35.44 侯是28.69 然后再过来 趋势民调的话呢 柯也是赢侯 8.17个百分点 就38.86 比32.74 再来 还有一个 世新大学所做的民调 柯 赢侯 8.7% 34.14 对 28.36 所以整个平均来看的话呢 柯文哲 赢侯友宜 多少 8.63% 第一 这个民调 三份民调 全部一股脑 摊出来给大家看 到底是想要说明些什么呢 就是柯文哲 比较有战力 比较能够赢过赖清德吗 然后再来 这个时候 这个做出这样子一个民调 是希望 当然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 董哥觉得这个民调 是不是够准 够有公信力 够有说服力 真的能够说服 这个 不要说是蓝的支持者 或白的支持者们吗 今天我们如果要看 这份民调的话 那 是不是也意味着说 如果在这个时候 真的要去拼所谓的 什么的 全民调 全民调 因为柯文哲一直要 全民调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也不用比民调了 因为今天柯文哲 就已经用这三份民调 告诉你他的答案了呢 请教董哥 昨天朱立伦 先对所有 采访的媒体讲 说 所有媒体 你们赶快去做民调 看现在的氛围 我们这 蓝白河 这些人的支持度都高 显然国民党 自己的内参民调 他们是大赢 柯文哲 那显然因为每天做民调的 美丽老民调 做出来 活有业 大胜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今天 他的背景是 他本来要提出一个台湾的宴警 提他的政策 或怎么样 找一堆协者 可是最重要被大家注目 就是这三份民调 这三份民调 显然原来也是柯文哲的内参 他是回应 朱立伦你昨天讲 叫各媒体做民调 不用 我手上就有现成我们做的民调 那当然这个民调对他来讲很有利 可是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撒卡都 不可能 柯文哲跟赖清德 然后郭台铭选 那何有余呢 何有余不可能不选 因为国民党 在全国73个立委选期 已经提名69个选期 国民党不可能没有总统候选人 要不然这些小集就死光了 再烂的党主席 不可能不推出我的总统候选人 不然我连立委都死 那所以他这个前提 其实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他是表明说 我如果代表 何有余你不要写 我代表我们整个在野力量 来对干赖清德的话 我会赢多少 对 那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柯文哲从蓝白河以来 他内心只有 他其实只有一样 就是我振你退 然后国民党的资源都给我用 是不是 现在看起来 现在看他的民调就这样 我已经在媒体讲两个月了 我说他就是我振你退 国民党资源给我用 就是你看民调 这个一定是他要求说 你这三家民调 因为你是我们委托 拿我们钱的吧 我们要做这样 那这样不可能啊 因为要不然的话 他应该是有柯有猴有赖 这样子一起比 但是他就不是这样比 因为这个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这样的情况 他就是讲出了柯文哲 我两个月来我就讲 柯文哲其实只有一个方案 蓝白河他从头到尾没有退 他有时候嘴巴会讲说 哎呀我也不一定要当政啊 我也可以当副啦 我也没有那么坚持要做全民调 其实他从头到尾 就是要做全民调 因为他知道如果全民调的话 民进党会帮他灌票嘛 你可以看台湾这几天哦 郭台铭12月2号 剪完了以后 然后到现在为止啊 现在每天还有郭台铭的连署人在被抓去关 为什么 这些被抓去关的人身份很多次很特殊的 他们是民进党的干部 民进党干部为什么要帮郭台铭连署 因为他怕郭台铭不险 所以他们自掏腰包 干冒被抓去收押进建 都要帮郭台铭 为什么 因为当民党有很多人 希望你蓝白不合 郭台铭又险的话 那民进党得力 民党太好险了嘛 你等于说在野势力分成三组人 我不用那个我都可以笑咪咪 现在就可以宣布当选 这一定是这样嘛 那如果 如果真的 最后就是 要做全民调的话 柯文哲非常有把握 民进党会帮我 那会帮我的话 你们那些美丽岛民调那些都没有什么用 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讲这个原因就是 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因为高宏安本来民调第三线赢 其实给柯文哲非常大的启示 就说如果最后迫不得已的话 我下去选的话 我要弃保国民党 那他现在就是 再完了就是这一招 国民党应该不会退 但是我把它弃保 弃保到最后 零跟人的选票 变一点点 本来名票第一 结果实际上是第三 因为我要让大家觉得说 只有我可以打败民进党 可以打败沈慧宏 所以国民党的票就移来 那给柯文哲很大的启发 也给郭台元很大启发 因为他们都认为 高宏安都是我的爱徒 他会的我都会 我也可以如法炮制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蓝白何不成 这些人的心理 都还在想着高宏安 好 可是问题是 现在波基 你看 那冲着这个三份民调 那柯文哲 等于是把他心里面的话 就讲出来了 可是侯友宜这边 我们看到呢 也看美丽岛电子报名调 那你看看美丽岛电子报名调 什么叫做柯能够赢侯呢 侯能够赢柯吧 你看26.2是侯 柯只有多少 19.9 所以看到这边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呢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国民党这边 我们侯友宜这边 也要挺住 也绝对是有胜算的 不像你那一份三份民调 所说的那样吧 阳明 柯文哲他今天在 他是在媒体QA的时候 特别丢出这三份民调 那个叫有备而来 这是准备好的 那这个准备好处 是为了什么 就是这个模组 是他之前提出来 那个全民调的模组 所以他说这个叫什么 我们讲如果就 那个大考来讲 这个叫模拟考 就是我模拟这个提醒 做出来的结果 我跟大家讲 我要的是这样的结果 那当然我觉得 柯文哲当然现阶段 去把这个 这些资料公布的用意 是要告诉大家 我是在野最强 顺着昨天赖清德讲说 要击败柯文哲这句话 去把它变成是 绿白对决 如同刚刚董哥讲的 就是要边缘国民党 让国民党变成是 被弃保的对象 可是呢 因为这段期间 如果今天 只有赖清德跟柯文哲 两边确实 侯友宜有边缘化的危机 但不是 事实不是这样 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其实美丽岛电子报 这已经不是一波而已 他最近大概四五波 都是侯友宜超越了柯文哲 而且是明显的超越 好 那这个不管怎么样 因为这两边的民调是不同的基准 包括样本的取样方式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叫全式化 而柯文哲今天公布的都是 七层的式化跟三层的手机 那他都是一份是三千份的民调 主要是他的提型设计 跟美丽岛也不一样 两个没有放在同一个门槛 而且也不是像朱立伦说的 侯柯或柯侯去对比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说 第一个 他有他的用意 他公布民调就是 只是要强调他够强 对于侯友宜阵营来讲 你看侯友宜今天回应就是说 有很多民调我也领先 对所以当今天互为领先 我们还是要回到根本 那你有把握一直选下去 会赢赖清德吗 我相信现在很多在野阵营的朋友 在意的是谁能打败赖清德 那如果今天两边都在抢当在野第一 那很抱歉赖清德还是那个 三个人四个人的第一名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但是当今天两边都要选到底 就合作破局的状况下 气宝一定是最后阶段的主菜 就是在野阵营的气宝一定是主菜 可是现在你知道 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 他说一觉醒来回到两千年 一听就懂 就是最后很有可能 那个39.3的陈水扁2.0会复活 那一个不需要过半的选票 就能当选的总统 在我们台湾又要出现第二位 这个民众党呢 这个柯文哲这边秀出三份民调 给大家看 那么他的发言人陈志涵呢 其实也特别解释 就是说 看民意数字 如果数字呈现出来 谁比较高呢 就该让这组人带领 完成政党轮替 如果没办法回应民意 就算是整合成功 恐怕也没有办法 完成政党轮替这件事 今天柯文哲 想要表达的是这个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还是要让比较什么 数字领先的 来完成政党轮替吧 那讲的不就是指柯文哲吗 那柯文哲现在呢 他自己也在感慨啊 感慨什么呢 他说 国民党民众党DNA就不一样啊 在想的 他说他在想的是怎么赢得总统大选 国民党在想的是怎么赢过柯文哲 那你这个到底今天是为政党利益 还是国家利益呢 那记者也有人问 被这个是不是代表蓝白河就是破局了 柯文哲不把话说死 强调就像是当医生 要救一个病人也要救到最后一秒 所以也不说死蓝白破局 蓝白河到底有没有破局啊 看在我们丽将军的眼里 就有一个答案了吧 对啊 我其实还是很乐观 我觉得蓝白一定会合 因为我现在不太想去听那些 不管是民调啊 或者是政治评论家 或甚至于他们底下那些幕僚讲的话 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在放话的 那我们要听的 我现在要听的就是 他们两个主帅自己所讲的话 我记得柯文哲在9月份的时候 参加我们推伍军人的中华战略协会 他在会议上面他公开的讲 所以大家放心一定会合 这是他讲的话 他当着我们军人面前讲的话 然后侯友宜也很有诚意 他说他可以当副的 不一定坚持一定要当政的 我觉得侯友宜也表现出来诚意 那紧接着柯文哲讲什么 他说我们正负3%之内我都可以接受 我当副手 这也是柯文哲曾经讲过的话 他说民调调查 他如果赢就算他赢3% 在误差范围之内他都可以当副的 尤其是昨天柯文哲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 还没有讨论出来 其他的大的问题他都已经解决了 那战略方向是都一致的 战略方向就是共同下架民进党 这是共同的战略是都一致的 我觉得我现在要讲的是 就是这两个人组出来 他们自己亲口讲出来的话 那现在可能旁边有很多 敲锣打鼓的或旁边的 这些他们自己本身 所谓的幕僚人员 或者是这个参谋群 他们中间会彼此之间放话的攻击 但是这些放话攻击可能是 别有的政治意图讲出来的话 但是我宁可相信他讲的话 尤其是像现在讲的 这个柯文哲自己亲口讲的这句话 要救一个病人 要救到最后一秒钟 这代表很明显 不到最后一刻不死心就对了 对 到最后一刻你都要救 我相信他讲的话 所以我刚刚讲这些话 不是我讲的 是柯文哲讲的 要不然是侯友宜讲的 所以由他们两个组出来 我是觉得最肯切的 就是目前来讲 我相信柯文哲讲这些话 就是要救到最后一秒钟 也就是双方来讲 他愿意 虽然说我们大家都很有急迫感 都有很焦虑感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 最后那一刻 他一定会做出一个 最聪明的决定 就是蓝白和 之所以说是怎么样一个合法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 这种智慧去判断 就像是赵沙康所讲的 对不对 不仅仅说是要在 同一张选票上面 可能在政党的理念上面 或者是立法委员 或者是部会首长上面的 一个合作或怎么样 但是总而言之 下下民营党是最高最高的 战略指导原则 这点应该是两个人 有共同的共识 也是共同目标 董哥 可是现在 这个所谓的 蓝白和还是有机会吗 这当然也听听看 你觉得是 是还是不是 还是可能蓝白和 可是那个和 是怎么合法 它恐怕越来越不像是 柯侯配 或侯科配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也确定的 就是没有所谓的 侯涵配 因为从现在目前 最新的一个说法上面 你看王显秋都已经讲说 韩国瑜确实是 曾经有被 侯友谊征询 要不要当副手 那但是呢 这个韩国瑜 只想当啦啦队 没有意愿 所以就不会有 所谓的侯涵配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侯什么配 跟柯什么配 会不会是比较有可能 董哥 因为不是韩国瑜 自己讲的 我也存疑啦 因为韩国瑜最近 出现的场面蛮多的 他应该自己出来讲 那现在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柯文哲显然 他有他的底 他的底案 他的备案 这备案其实 黄珊珊上个礼拜 就讲出来 这个东西才是真的 这个不敬意讲出来 我们下个礼拜 就要拍定装照了 对对对 结果你知道 这个周开莲现身 竞选总部啊 之前就曾经传出 这位科技界的 领导女性嘛 结果后来柯文哲 还说什么 竞选总部没有摄影棚 还不要大家想太多 我觉得不是周开莲 我觉得周开莲 应该早就季节了啦 因为他 柯文哲曾经讲过 他去拜访过周开莲 周开莲 他爸是老奖的 入京中将女儿 他会去挺柯文哲 我不太相信 但是 但是我讲他可能 因为你柯文哲很有 很有那个 你常去跟人家真行嘛 对不对 比如说他也常去找蔡政员 去蔡政员家里真行啊 哎呀你那个 你那个经济啊 金融啊 就这样 美其名是这样 其实是要拉拢你 让你觉得很重视 其实柯文哲对 这些东西都不懂 你如果认真看柯文哲 在台北市 执政这八年 你的感觉一定跟我一样 他就是一个草包啦 他讲的 其实是没有一样兑现的 我老实讲 我不是在损他 但是各位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他2014跟2018两次选台北市长的证件 他没有一样做到 他今天找我一堆朋友 因为他找那些都是我的朋友 我将来的宴警怎样怎样 我吃之以鼻 你当台北市长 台北市长的议算这么丰富 而且没有人在阻挡他 国民党都全力挺他议算 从联盛文拜承 国民党都全力挺他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心胸很大 这八年都挺你 唯一杯葛他议算是 那时候他还在跟民进党合作 唯一杯葛他议算的人叫周伯雅 是民进党的副议长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给你那么丰沛的钱 而且他的第二益倍金是 台北市长有史以来最多十几亿 都十几亿 以前没有人超过十亿的 所以预算是够多 他是什么都做不出来 他就是嘴巴很会讲 我讲柯文哲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讲说 因为柯文哲其实早就去找 所以他其实已经选定副手了 他现在要把国民党偷到最边缘 你对国民党来讲不利 因为国民党不方便去找人 因为国民党现在的目标就是 我要找柯文哲合 我怎么好意思去找副手了 对不对 那民进党副手已经找好了 柯文哲也找好了 国民党现在不敢去找 因为你一找就风吹早洞就出来 所以你如果去找柯文哲就可以讲 你都在找副手还要跟我合 对不对 就会这样 但是国民党要找副手 你如果卡到最后对国民党不利 当然他找得到 他当然国民党的人才比较多 那找到不一定是最好的 那当然所有国民党自知的认为说 找韩国瑜最好 韩国瑜四年前才想过 而且他地方实力这么雄厚 又有韩文又什么 当然 所以那是一个声音 包括很多媒体也在推动 那很多关心国民党的人也在推动 不要跟柯文哲合了 就叫韩国瑜跟你合就出来了 那这个 这个当然是很多人期待 但是 据我所知没有去问过 据我所知没有去问过 那他们有几个备胎人险 说万一柯文哲最后死出这一招 我们哪些人 我们要怎么样去弄 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他比较不利 因为他等于说 他一直陪着校园 委屈求全 一直让柯文哲在那边 柯文哲一会儿讲说 我也可以不要全民调 柯文哲从头套委 就是一个全民调 他认为全民调 民党会贯票给他 他一定赢 那其他东西都是假的 反而他去跟国民党讲 你国民党拿出你的办法 国民党拿出 全民出选办法 他计则 国民党拿出德国的 日本的他还计则 他说你国民党拿出 可实施的东西 我们再来谈 国民党一直拿出来 你每一样都不反应 因为你内心只有全民调 那你今天还要继续玩 柯文哲玩国民党就好像 他在玩台北大忌惮 玩了八年 一事无成的情况一样 这就是说很多人还相信他 我就觉得不相信 因为太清楚了 柯文哲说 是北京要马英九 把陈水扁抓起来关 陈水扁根本没有贪污 柯文哲这两天在讲他 我又不贪污 我怎么有钱 我怎么 你就支持贪污啊 对不对 你的爱将高宏安就贪污啊 你的政务官 劳动局长 陈信仪就贪污啊 陈信仪原来在高雄 当民进党的司议员 没有贪污 到你柯文哲市政务就开始贪污 你怎么不是一个贪污集团 好 所以啊 这个董哥刚刚讲的 越来越冒火气啦 那波基 现在那这一局 会怎么走 你的判断呢 因为现在民进党 你看啊 我在想 赖清德 本来已经感觉到有压力了 如果这个蓝白不合了的话 他随便找个人 帮他去助选 当他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 都行啊 也不一定需要用到姚立民嘛 是不是 其实我常讲哦 就是 虽然在野阵营 不管2018年也好 到2022年 都是大胜 都是大胜 可是呢 在隔年 都会自己 把自己的脚折断 让自己走不下去 最后呢 就是让民进党保守 然后我最近都形容 那个你知道以前 长辈们都会拿两颗铁球 在手上转转转 有有有 现在赖清德手上 就是一个蓝一个白 转转转转转 都在掌握在他的手 你的形容也太传神了 就在他的手掌心 他今天要你这两个 平均就是平均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赖清德最近的很多做法 包括比如说 他说蓝或白 都不是主流民意 这是嚣张啊 明明大家都知道 主流民意 就是要政党轮替 结果他说 你蓝或白 都不是主流民意 因为他看衰你们 你们不可能整合 你整合才是主流民意 你不整合 我就是看衰 好 再来 他说他要跟 击败柯文哲 击败柯文哲 这句话 在选举里面 是很有学问的 一个民调 目前都领先的人 去抓一个 第三势力的人 出来说 我要击败你 而不是传统的蓝绿对决 当然这个 我觉得某种人 不管今天民调 要的数据怎么样 他就是要把柯文哲 拉上来 变成叫绿白对决 尤其最近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在讨论 那个什么 赖清德去学校 柯文哲去学校 因为侯友宜没有去学校 那这个侯友宜或者蓝 就被边缘化了 他们现在要营造 就是说我要让柯文哲 凸显出来 那这个时候 第一个柯文哲支持者 会觉得柯文哲 变成第二名 那可是国民党 不会这么认为 国民党会更稳住 去hold住 我的支持者 不要流动到柯文哲 最后呢 这个就是 赖清德最想要的样子 所以他才会在 违贱的议题上面 一直顾左右而言他 你看 我没有看过 一个国家的准领导 我已经可以称他准领导人 因为看起来他 目前当选的几率非常高 但是呢 他现在已经是副总统 他自己有违贱 有欠税的争议 他居然可以睁眼 说瞎话到这种程度 可是谁 谁让这样的人 那么嚣张 在野阵营 因为在野阵营的不团结 让整个执政的民进党 就算他没有达到过半的民意 都可以非常的阿拔 可是 我说这是我们很多 在野期待 政党轮替民众的悲哀 我会呼吁 最后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了 真的没有什么时间 如果今天双方 要分开来 各自选下去 那就选下去 没有关系 可是呢 在野阵营的这些支持者 自然会有一个 最后那张票会往那边留 不管怎么样 可是呢 这个胜率 就是说推翻民进党的胜率 绝对比不上两边的 就在野的力量的整合 要来的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算术的道理 就是合作 一定比不合作 来的强 这是 不管今天谁政谁负 那些都是细节 很多人在乎的就是 我只是要把民进党 拿下来那么难吗 可是 现在看起来 好像真的很难 因为你科猴 在同一张选票 那个力量才是比较大 那现在看起来 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对 看起来是越走越远 对 就变成说各自努力了 可是问题是 支持者在那最后一刻 是不是真的能够 平心尽气 放下那些恩恩怨怨 非常理性的 就只想着说 要政党轮替 用这个概念去投票 不知道 对 所以我刚刚讲嘛 就是刚刚董哥讲的 零跟人模式 去年有了零跟人 侯友宜怎么可能会允许 这个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 一样 柯文哲也不希望 所以最后两边各自 巩固住自己的支持者之后 发生的状况就是 两边平手 赖金德四成选票 稳上 这个就变成一个无解了 所以我才说 现阶段大家 可不可以各退一步 思考一下整个大局 主流民意的所在 是期待在野阵营合作 可是在野阵营不合作 明年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会有哪一些民众 继续受害 不要忘记了 现在的执政党 只是暂时的收敛 等到明年 数位中介法 中天的官台永无宁日 有很多的议题 民进党只会更超过 他绝对不会收手的 你看像现在 你刚刚讲的没错 赖金德现在身为副总统 他还是民进党党主席 就最近一堆问题 然后他就说 好像不是他的问题似的 他是民进党的问题 但问题民进党党主席 就是你赖金德不是吗 我听到他那个反应的时候 我真的是笑翻了 但是我也觉得实在是 真敢讲 然后如今 你看他现在是请 曾经助政柯文哲的新党前立委 姚立民当他的竞选总部主委 说可以帮忙打败柯文哲 姚立民还说 他跟柯文哲是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手 跟赖清德是交往而结合 黄珊珊很酸 说这个只有三种可能 本来是不是打不赢 柯文哲是头号敌人吗 或者是只剩这一招吗 但说实在的 光是看到姚立民 他那时候说 为什么要帮赖清德 董哥 他那时候就说 赖清德是怎样 不会说谎吧 他们都在说谎 姚立民 柯文哲还有赖清德 这些人都是习惯性说谎 我讲 姚立民那时候帮柯文哲选举 2014年选台北市长 姚立民说我帮柯文哲 柯P选上了以后 我绝不入阁 结果他太太入阁 就是这样的人品 我告诉你 你太太去当人家的法务局长政务官 每个月领16万 然后说我不入阁 你就派你太太去领高线 对不对 这就是事实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